它为什么70项没有通过 一方面没有经验 第二方面测试官的问题 你第三个浅舰本身的问题 第一艘的圆形舰 它的内部尤其它的动力系统 它的耐压系统 还有它的抗压系统 那最重要的 还有浅舰的基础的设施 它必须要做一个很完整的数据以后 才有可能再度进行测试 因为港市不过的话 你海市你就不用讲了 那台湾过去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现在是先求有 然后再求好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会有很多意外状况的发生 所以我们希望照七艘 我老早我就讲过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毕竟台湾在这个一方面 既无照见的技术 又无检测的人才 那更重要的 又是系统的整合 那是不同系统的整合 一旦那有缺失 那你过去那你投入的钱 你要还有一笔又要丢进来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照见 是一个所谓的无底洞的道理是一样的 台湾的海军 希望这个预算不要增加 但是事实上到了最后 它还会是三级跳的增加 因为你只要一个项目做不成功 你要强行做下去的话 未来的问题是台湾的海军解决不了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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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